本栏目由特部儿童冠名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栏目由特部儿童冠名播出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五位主持人 大风车里的爱心天使周周姐姐 包头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 周末满天星英雄初少年的金豆哥哥 大家好 还有大风车里的酷歌舞神赵一天 大家好 这位小主持人呢 就是我们包头的小朋友 请她自我介绍 我是包头市科技少年工的崔雨昕 今年十岁 那么雨昕小朋友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包头呢 好的 包头蒙古语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 所以又叫路程 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 是中国重要的基础工业基地和全球清晰土产业中心 是连接华北与西北的重要经济辐射中心 还是西北最大的物流中心呢 其实我还知道啊 咱们包头呢 还是典型的移民城市 从古至今呢 有许多次大规模的迁徙 所以呢咱们包头啊就有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这里呢既是聚集地又是集散地 特别是啊咱们包头有许多的山西人和山西人的后代 所以呢又说包头啊 是我们晋商五百年的摇篮 那么我呢来到包头很多次了 每次来到这里呢都可以尝到很多的美食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沙葱包子 还有这个烤全羊 还有这个羊杂碎 呃还有这个铁锅焖面 我等等等等 哎呦真的不能再往下说了 我相信此时此刻 大家这个已经都快流出口水来了吧 对这里不仅有好吃的 而且呢文化生活也特别的丰富 那今天呢我们将可以看到包头小朋友们的精彩表现 在我身后的是包头式少年宫纳米亚管乐团 他们是自治区唯一一支专业化的青少年交响管乐团 今天他们将演奏美国当代作曲家詹姆斯斯威林珍的作品 新世纪续曲 掌声有请指挥张晓明 新世纪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梦游特博儿童冠名播出 一群高傲的家猫啊 和一群流浪猫相遇了 生活优越的家猫得意洋洋 它当然是看不起流浪猫了 可是一群老鼠的到来 却改变了家猫的高傲 从家猫的身上呢 可以反映出当今社会 一些家庭对孩子是过度的溺爱 使孩子做事情的独立性呢很差 有一句歌词呢是这么唱到的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呢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节目 在这些可爱的小猫的身上呢 得到一些启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推你梦想 本栏目是由特部儿童冠名播出 俄吉在蒙语中是妈妈的意思 接下来这个歌伴舞叫梦中的俄吉是一个极具蒙古族特色的节目 他集歌唱 舞蹈 马头琴演奏与一体 他比较集中的展现了我们蒙古族独特的艺术魅力 同时也表达了对妈妈的无限思念 歌唱 舞蹈 马头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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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的心里 阿弥陀佛的心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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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